苏嘉全变出了一点火气 而林瑞雄也是如此 清明党副总统候选林瑞雄 首都面对蓝绿这两位沙场老将 他不但没有畏惧 而且很懂得捍卫自身的权益 对于现场计时器出了问题 让林瑞雄的气的发飙 不但要求重来 还把主办单位好好训了一顿 被问到是什么样的电磁波干扰他呢 林瑞雄只是淡淡地说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阵子东躲西藏 冷暖自知 林瑞雄的啦啦队哭倒在场外 电磁波到底会造成什么伤害 三组候选人只有林瑞雄是知音啊 生活中的电磁波无所不在 但攻击您的电磁波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东桌西藏 在不同的旅馆里面跑来跑去 就懂得这个东西只有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本来没准备主动提但真被问起也不闪避 林瑞雄滔滔不绝就怕一分半内回答不完 比照刚开始声论师超用力 低头念稿肩膀还紧绷的不断往前倾 电磁波问到专业了让林瑞雄瞬间回神 心情放轻松 每个人都会犯错 或许会在很紧急中讲一些不对的事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一定会看大家没有转 对不起重新来 交叉达巡发现独秒气出问题 林瑞雄也绝不吃亏不允许主办单位反这种错 重新再来好不好 怎么会这样 一分三十秒 我们重新计时 这不应该的 发生这个事情 对一个在speaker里面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还顺便把主办单位教训一顿 很有个性的眉毛 翘得更高了 然后我以为我有什么个性或特色可以交婚 然后问我去减婚 我这个不作假的 一般外面的人都作假 明明提问人问的是缺点 林瑞雄亲亲带过 反倒夹带优点了好几项 震台新手对两名沙场老将 只有策略 可不会白白挨打 TVBS新闻综合报道